编译观察者网王会 造成58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 这起美国历史上 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件 最近又有了新的进展 万德勒海湾酒店所属的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 把当时广场上的 1000多名受害者给告了 CNN在17日的报道中称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表示 他们这么做 并不是要受害者赔偿 只是希望通过法律澄清酒店 与这起惨案的发生 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酒店不需要做出赔偿 责任在于当天为音乐节 提供安保服务的当代服务公司 Contemporary Services Group 简称CSC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 直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并特别指出 这样做有利于那些受害者的身体健康 对酒店连续多年的诉讼 对受害者的康复毫无疑处 酒店发言人戴布拉德伯达桑表示 酒店方面称 自袭击发生以来 已有逾2500人对其提起诉讼 或威胁要进行诉讼 枪击案现场图夏同美媒表示 美国内华达州法院正在审理这起枪击案 但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 却直接向联邦法院 对这1000多名受害者提起诉讼 他们认为在联邦法院更加容易胜诉 联邦法院是处理这一案件最合适的场所 这里可以为受害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机会 酒店发言人戴布拉表示 这一枪击案是一个邪恶人的卑鄙行径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在诉讼中降责任 全部推向了当天负责安保的当代服务公司 CSC诉讼指出 酒店当时雇佣了美国国土安全部认证的提供反恐技术的安保企业当代服务公司 所以根据2002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相关法案 酒店和演唱会场馆所有者可以免于承担责任 责任在于负责安保的企业当代服务公司 诉讼中提到是当代服务公司在节日当天提供安全保障 出入控制和人群管理服务 该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审查 检查了场地 并制定了应急响应和疏散程序 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推卸责任的做法 引起了美国舆论 乃至受害者律师们的强烈选择 这让大家都震惊了 但理了数百名枪击案受害者诉讼了律师凯瑟林 伦巴多Katry Mombardo向媒体表示 美高梅集团绝对有责任 是公司的疏忽大意 才让凶手带着这么多武器进入酒店 一直到32楼 伦巴多指出 野蛮不道德 另一位代理了多名枪击案受害者的律师 也斥责了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的做法 我从未见过如此后 言无耻之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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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